很多眉山人认为 城眉同志化最大的好处 是眉山能享受成都生活 是眉山像成都一样发展 是眉山布置眉山 而是成都都市圈 是成都与世界零时差 眉山与成都零距离 但如今对于城眉同志化的好处 正留学了一种更高级的理解 叫做两边好处都占 两边优势都强 这一点在往返两地的城眉人身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拿着城都的工资 又享受眉山的物价 往北是高收入 往南是低成本 他们感受成都的繁华 又享受眉山的宁静 进一步是都会退一步是无乡 他们跟上了成都的发展 又保留了眉山的安逸 进城奔未来 回家想当下 他们坐拥了天府新区的资产 又享受眉山的不限购 成都发展向南 买房一点不难 是的 城眉同城让他们既享受成都的好处 又体验眉山的好处 在城眉之间 左右逢圆两圈其美 中城双城年价 去大城还是留小城的选择题 他们从来不做 因为小孩才做选择 城眉人全部都养 位于城眉都市圈的万科梅州文化村 便居住了不少这样的城眉人 他们大多有两地生活工作的背景 城眉之间五高十二块三轨的交通网 让他们直通成都 桃园湖公园 东坡书院 敏东会馆 华登吉宋氏商街 又让他们感受眉山 希尔敦一林 中央公园万科广场 让他们占有成都籍的繁华 一半山水一半田园城的格局 又让他们遇见眉山式的宁静 而且项目还在三年成城之际 于千亩大城核心腹地 开出花园大平层江上渔州 两T两户配置 LDK一体化空间设计 30平方米空中花园 这更是将成都的高阶居住标准 带到眉山 总之 这个项目正说明了 城眉同城化 带给普通人生活最大的好处 是成都眉山双战友 两不负